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藏价值 他不知道五分钱是哪个年份收藏价值最值钱 像我告诉他后 他非常的高兴 然后就匆匆忙忙的跑回去他家 发那些值钱的五分钱硬币了 好了 今天我就专门做一期关于五分钱硬币收藏价值的视频 五分钱硬币是从1955年到1992年 这几十年当中生产出来的硬币 在这么多年的漫长岁月当中 什么年份几乎都有 那我们要是对硬币稍微有所了解的话 就会发现了 在五分钱硬币当中 1980年的和1981年的五分钱硬币是相当少的 在市场价位呢 也是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到 为什么会有这个幅度的差价呢 简单的说啊 就是因为这个硬币收藏价们中的硬币的成设的问题 成设好 这样价钱就高了 要是你家里面也有1980年或者1981年的五分钱硬币啊 那恭喜你啊 这个非常具有收藏价值了 但是呢 五分钱硬币呢 通常还有一个 大家都知道有市无价 什么是有市无价呢 也就是说啊 大家都知道大概值得一千多元 但是呢 你不能说我一看到这个五分钱硬币 1981年我就赶紧花五百元去买 然后拿去卖 有市无价就是哪怕你买回来了 大家都知道值这个价 但是你拿到市场卖 就很难卖到这个价 好了 今天的五分钱硬币收藏价值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要是大家觉得有用 就赶紧分享给你的亲人和朋友吧 要是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可别忘了点击关注我哦